我在网上写自己和笑草的同人文 被笑草扒了出来 笑草当天就把我堵了 你怎么知道我扒快腹肌 你是不是趁我睡觉的时候摸过 你摸了我 居然还想不负责 故事开始 我是个单美写手 寝室里的人都不知道 我也不敢让他们知道 毕竟我喜欢开车上高速 要脸 不想别人误会 我是个小黄人 尤其是周围的熟人 大大 你能写一个陈笑草的同人文吗 陈毅 不会就是我想的那个吧 我有些忐忑的问道 你是A大学生 对啊 陈笑草他真的超帅 就是我的梦中猛医 大大你也是A大学生吗 咱们出来面积啊 不是 不行 我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他 作者和粉丝要保持应有的距离 这点分寸我还是有的 那你能写吗 我真的好想看 我不再回复 但他一直给我发消息 似乎是不达目笔不罢休 他说只要我写 就给我推文 让我火遍某音 某手 某书 某呼 该死 咱写文不就是图个名和力吗 我可耻的心动了 可是 我和陈一一个寝室啊 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真要是写了 我以后该怎么面对他 大大 只要你写 我就给你打赏十万 卧槽 土豪 我眼馋 但还保有最后一丝理智 劝说道 打赏亮丽要行就行 三 没事 我一个月有二十万零花钱 大不了节约点就是了 老天 金主爸爸 到大腿 必须抱住 爸爸 您对本文有什么建议 小的一定严格按照你的要求来 可 但为了不必要的麻烦 我只能用协音名 可以的 可以的 主角名我都想好了 叫陈一和周灵 周灵 周灵 这是不是有点巧了 为什么叫周灵啊 这个名字 我姓周 但是我想做陈孝草的灵 怎么了 不可以吗 大大 原来如此 真是吓死个人了 我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回道 可以的 金主爸爸还有什么要求吗 嗯 就是你可以 多写点车吗 好家伙 本以为是才华征服了金主 没想到人家是看上我的车技 金主要求 必须满足 周灵 陈一约我们打球 你去吗 床帘突然被人扯开 吓得我稿子都来不及保存 直接将手机往被子里塞 许柯沉默了两秒 眼神猥琐的扫了眼我腰腹间 说道 你小子 火气有点旺啊 我低头一看 才发觉自己把手放在了裤裆位置 被子将手挡住 可不就像在干那档子是吗 不是 我只是 我懂 都是男人吗 你放心 我嘴巴很严的 你继续 继续 卧槽 他知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说什么呀 继续个屁 你懂个锤子 我想要解释 将裤裤上的手机拿了出来 还好 稿子没丢 我翻身下床 将寝室门关好后准备继续码字 只是我想了半天都扣不出一个字 要死 该不会被许柯下尾了吧 晚上 室友们看我都带着迷之微笑 尤其是陈毅 眼神格外复杂 年轻人 还是节制点好 多了 伤身 啊啊啊啊 许柯那个大嘴巴子 我不是 许柯乱说的 我只是抓养药义 哦抓养啊 我们懂 无论我怎么解释 他们都是一副我懂 我们都理解的表情 曹 许柯害我 我化悲愤为动力 直接在新闻里 给许柯安排了一个实名角色 金主爸爸成不棄我 新闻发出去一天不到 就火了 尤其是在A大校园论坛 卧曹 陈毅 陈毅 是我想的这样吧 啊啊啊 这位作者大大好会开车 大道校草强制爱 我磕死了 我是知情人 陈毅的寝室里 真的有个室友叫周灵 不是吧 不是吧 到底是哪位大大这么勇 该不会是在他们俩床底写的吧 楼上理智看文啊 看我发现了什么 许柯这个角色 我们体育系也有个叫 许柯的阳光开朗大男孩 嘿嘿 这不是小说 这是校草他们的寝室日记吧 我也觉得如此 我关掉校园论坛 一脸的生无可恋 这么大的事情 陈毅他们肯定会知道的 万一他们知道是我写的 靠 要玩的节奏啊 许柯一回到寝室 就骂骂咧咧的 就连陈毅也不例外 马德 要是让老子知道 是哪个王八蛋写的 我非打死他不可 加我一个 这人 欠收拾 陈毅说这话的时候 目光往我身上扫一眼 我小心肝顿时一颤一颤的 生怕他们会迁怒于我 周灵 你小子也知道校园论坛的事了吧 什么事 我拿出毕生演技 用着大学生清澈且愚蠢的眼神 看向许柯 陈毅给了我一个橘子 恰好将许柯挡在身后 我怀疑陈毅是故意的 这满满的占有欲 难不成 他和许柯是真的 我被自己这个发现大为震惊 校园论坛在挂我们寝室里 几人之间的同人问 是 是吗 我最近在备考 没太关注这些 我心虚的脚趾扣地 此时的我就像是备架在火上考 一个不注意就会玩玩 周灵你是不知道 那傻逼玩意儿 用我名字就算了 居然给老子写成爱要不得的瘦 老子188的身高 170的体重 像个瘦吗 公瘦又不是靠身高体重来区分的 我心里默默吐槽 面上还要云淡风轻 这重灵的人多了去了 更何况是本小说 咱别带入太深 救命 能别讨论这个事情了吗 B 老子是个真男人 即便是弯了也是猛一 这王八蛋 我必须把他找出来 哇 陈一见我不说话了 接话道 嗨 小灵你也是受大委屈了 在文里被我各种思库 这作者也真够黄荡 什么都敢写 不过你放心 我会出手 这作者 我肯定会抓出来的 呜呜呜呜 心里更怕了怎么办 沉寂在自己悲伤情绪里的 我完全没注意到 随着小粉丝留言的 还有打赏 看着一连串的巨额打赏 我瞬间又行了 那必须嘛 财神爷都把钱送我怀里了 我不能这么不识去 我躲在被窝里疯狂马自 甚至什么时候马着 睡着了都不知道 等我醒来 发现陈一坐在我的床头 面无表情地盯着自己 要手上拿着我的手机 念叨 他将我抵在墙角 狠狠地稳住 目测他的那处有18厘米 这么忙 不会干死我吧 听着这些羞耻的语句 从陈一嘴里缓缓吐出 我又惊又怕又尴尬 直接耸成一团 完全不敢去看 陈一此时的表情 啊啊啊 陈一不会打死我吧 寝室里的人知道后 会不会觉得我是个变态啊 周琳 你怎么知道我18厘米 你趁我睡觉的时候凉过 你摸了我 难道不应该对我负责 陈一的声音音策策的 像地狱恶鬼 又似索命言罗 一股寒意直冲脑门 吓得我心跳都停止了半拍 没有 没有 我赶紧否认 那你就没什么要解释解释的 我点头如捣蒜 立马解释道 我们网文圈都这么写道 一夜七次郎 三天三夜不下床 这样代表你很强 说完 陈一看我的眼神更冷了 若是杀人不犯法 他可能会把我无码分尸 完蛋 嘴又飘了 我赶紧弥补到 我的嘴可能有自己的想法 我 我没别的意思 呵 你还想要有别的意思 不不不 反正这个事情是我对不起你 我给你道歉 你能不能别告诉别人 陈一不为所动 我急得拉住陈一的胳膊 保证道 只要你不说 我任你处置 陈一神色松动几分 促眉思考这事的可能性 眼看有戏 我再接再厉 真的 以后你叫我往东 我绝不往西 你叫我打狗 我绝不碾击 我永远做你最忠诚的小弟 答应你也不是不行 但是 不管你什么要求 我都答应 只要你别把这事告诉别人就成 呵 这可是你说的 可别后悔 我有什么好后悔的 不就当个小弟吗 这事我好 不行也行 陈一说话算话 身边的狗腿子 就是我现在这模样 只是许柯他们看我和陈一的眼神 越来越奇怪了 这天 许柯叫住落单的我 问道 周灵 最近你和陈一关系不错呀 没有吧 不都是和以前一样吗 是吗 许柯双手抱胸 眼神也鱼 明显不信我这话 对呀 不然还能有什么 我还以为你们两个好上了呢 许柯语出惊人 吓我一大跳 我赶紧否认道 我靠 我和陈一那就是纯纯的兄弟情 你别造谣啊 哼哼 你别否认 我看你最近看陈一 眼神都不对劲 总有一种春天到了的感觉 你们两人之间散发的粉红泡泡 简直能醉死的人 陈一看你的眼神 更是恨不得将你吃干抹镜 你现在给我说 你们两个没关系 你看我信不信就完事 许柯越说越离谱 也怪自己 这小弟当得太妥贴 都让别人误会了 嗨 这是旁观者清 当局者迷 你自己好好想想 你说的这是绝对不可能 我是直男 而且陈一即便是gay 他也不是喜欢我 那他喜欢谁 当然是你 这话我没法说 反正不是我 你以后就知道了 许柯的话 到底还是影响了我 我在做好小跟班的同时 也开始默默观察陈一 陈一很喜欢打球 每天都要去球场挥洒汗水 作为校草 他的长相无庸置疑 喜欢他的男男女女 几乎可以绕校园一圈 在热血沸腾的篮球场 他就是人群中最靓的仔 就连我也会被他 时不时的帅气投篮鼓注 沾了他的光 我在观众席也特别受欢迎 周灵 你不会和陈一是真的吧 虽然我很稀罕校草的言 但是你要是追求我 我也不会拒绝哦 呵 呵呵 那个 抢扭的瓜不甜 我还有事先走了 逃离球场 我缓缓地松了一口气 陈一对我有没有想法 我没看出来 倒是他的小迷妹们 实在是热情 让我招架不住 周灵 你不是和陈一去打球了吗 我看着自己手里 拿着的水和陈一的外套 这才意识到 自己刚才跑太快了 我将衣服给许柯 让他给陈一带去 晚上 陈一却将我堵在厕所 问道 下午的球赛 你为什么走了 他看我的眼神冷嗖嗖的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 但不影响我怂 洛洛回道 许柯不是去了吗 许柯是许柯 你是你 你们俩能一样 我有点心虚 毕竟说好的做牛做马 还没坚持两周 就开始糊弄他了 陈一生气 也是应该的 可是 我是在给你们两个 制造相处机会啊 你说什么 陈一带着三分疑惑 两分冷然 以及五分的咬牙切齿 那是人的眼神 恨不得把我吃了 之前我看许柯一眼 你都恨不得叨了我 你敢说你对他没意思 陈一很是疑惑 我猜他肯定是忘记了 便好心地提醒了他一下 没想到陈一更气了 指着我的脑袋骂 周灵 你就是猪 我愤怒地推开陈一 转身就爬到了自己的床上 我这么为他考虑 他不领情就算了 还带人身攻击 真当我被他捏住把柄 就要认他摆布了吗 我也是有自尊的好吧 这大少爷 谁爱伺候谁伺候去 老子不伺候了 只是 我单方面开始冷战 并有意识地避开陈一 他也不再使唤我 我们两个的关系骤然变冷 仿佛之前的形影不离 就是个假象 大大 你这两天怎么没更新了 是不是没灵感了 等着 我马上给你一点灵感源泉 小粉丝的灵感源泉 特别朴实无华 若是之前 我肯定是打满鸡血 奋起马字 可现在的我 没有半点马字的心思 脑子里全是陈一那天看我的表情 心里也闷嫩的 像是被塞了一团棉花 难受 抱歉啊 小可爱 这本书可能要太贱了 啊 为啥呀 大大 难道是我打赏的不够 你等着 我马上去找我歌要 不是 是我自己的原因 你把账号给我 我把你的打赏退给你 别呀 大大 你这本书真的很好课 你就继续写吗 我不再回复 小粉丝的消息 却一直想个不停 最后 小粉丝还是妥协了 说到 大大你不想 写了就算了 之前本就是我强人所难 我原本打算 这个书完结 我就去找男神表白 但是 算了 都是命中注定 大大 也不用托我打赏 我不差这点零花钱 以后咱俩能做朋友吗 我觉得 和你还挺聊的来的 大大 你是男孩子 还是女孩子呀 你喜欢喝奶茶吗 我知道 大有加奶茶特别好喝 你是不是在A市 到时候我请你呀 这小粉丝还怪好 就是八卦了些 我挑着问题 回了他几句 关系倒是慢慢熟络了起来 大大 我好像一情别恋了 啊 我一时之间 跟不上这小粉丝的节奏 只见他说 我喜欢上了陈毅的室友 我决定去追他 啊哈 这小粉丝 是懂得如何勾引别人兴趣的 卧槽 周灵 楼下有个帅哥给你表白 你赶紧看看去 许柯将我从体海中拉醒 要外面的喇叭 是一声高过一声的表白 周灵 我喜欢你 周灵 你是我的心 你是我的肝 你是我的四分之三 周灵 你知道吗 我的故事里 有风 有雨 还有你 周灵 我扛得住煤气罐 却扛不住想你 一句句土味情话 听得我尴尬不已 现在的人都这么勇吗 许事动静太大 保安都跑了过来 那人见识的对 立马开溜 走前还放话道 我明天还来 这些外在阻碍 终将成为 我和你感情路上的垫脚石 我爱你的心 日月可见 毫不意外 这么大的事情 肯定会在校园论坛大火 我并不关心 可心里总会莫名的不安 果然 卧槽 这个周灵到底有什么魔力 之前和陈毅吵戏气就算了 现在又勾得一个帅哥 高调表白 他该不会是个男狐狸精转世吧 说不定 人家就是配交易呢 哈哈 看他那个姿色也不咋的呀 难不成是舔得好 之前就看他一直跟着陈毅 人家陈毅 对他都没个好脸色 他还甜不知耻地跟着 真是让人恶心 也不知道被多少男人上过 嘖嘖嘖 这要是割古代 是蓝烟祸水吧 好恶心 有的人之前还磕他和陈毅的 CP 都不觉得反胃吗 看着论坛上的这些诋毁 时间仿佛又回到了两年前 你看他 喜欢男人呢 好恶心啊 听说他喊给他同座写情书 嘿 明明就是趁他同座休息的时候 偷欺人家 他同座当场就吐了好吗 我们怎么会和这样的人 一起当同学啊 真倒霉 也不知道这人身上 会不会有什么病毒 啊 不会传染我们吧 不行 我得好好消消毒 我紧咬双唇 身体却忍不住颤抖 耳边全是那些不堪入目的咒骂 陈毅回到寝室 看到的便是色缩成一团的我 他将我揽在怀里 指尖都在发颤 小玲 别怕 我会陪着你的 你不用担心 我已经报警了 那些造谣的人 会为他们的所作所为 付出应有的代价 小玲 别怕 别怕呀 有我在 我一直都在 玲玲 你是最好的 是我最喜欢的人 耳边的咒骂 似乎被这清冷的安抚声驱赶 可我的意识却越来越模糊 我承认 我是个懦夫 我不敢面对那些争鸣可怖的谩骂 我不是直男 我也是两年前才发现的 高二新学期 我们搬来了一个转学生 他很帅 也很温柔 喜欢他的女生不少 就连我的女神都给他表白了 我气死了 所以每次进出桌位时 都会故意推散他几下 他每次都会好脾气的冲我笑笑 我有一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 他这样的行为让我更生气了 可我虽然脾气不好 却也不是个恶毒的人 推散别人对我来说 已经是特别过分 且无理的举动了 但心中恶气难消 我每天便用恶狠狠的眼神瞪着他 你真可爱 他说完还揉了揉我的头发 我不记得 自己当时是有什么表情 但肯定是优秀又恼的 可是他每天都会给我带很多好吃的 看在吃的份上 我原谅了他 真要说起来 到底还是我迁怒了人家 童桌很无辜 我心怀愧疚 视线也不自觉地落到他身上 童桌每天都要揉揉我的脑袋 好温柔 好舒服 也好羞涩 我兄弟说 完了 你爱上你童桌了 我想也是 因为我每次面对他都会面红耳吃 心跳加速 我的接受能力也很强 毕竟都21世纪了 喜欢男人也没什么 年少轻狂的我 好比掩饰自己的爱意 那天 阳光正好 童桌趴在课桌上睡觉 我心里的喜欢 离然压抑不住 鬼使神拆地往他靠近 他的皮肤很细腻 我能清晰地看清楚 脸上的细软的绒毛 一张脖唇如同我的唇蜜一样 红红的 软软的 让人想要浅尝一口 我慢慢靠近 越来越近 却被人一把推开 与之一起的 还有童桌的剧烈呕吐声 周灵 你真恶心 你真以为我喜欢你吗 我只是想要验证你 是不是个喜欢同性的变态要义 所有人都知道了 我喜欢男人 是个变态 没有人愿意和我交往 他们视我为瘟疫 我被全校失声怨气 我被亲朋好友厌恶 爸妈没有怪我 可在一夜之间 仿佛苍老了十岁 我后悔了 从那天开始 我的书桌里不是蟑螂 就是死老鼠 有时候还有不少垃圾 以及一些咒骂我的纸条 我一次又一次地 将那些东西默默地清理干净 不敢抱怨半分 这一切都是我自作多情的下场 嘿嘿 周灵是吧 听说你喜欢男人 刚好 哥几个也喜欢男人 不如你陪陪我们几个 看你这样 还没体会过其中的美妙吧 你放心 哥绝对会让你愈仙愈死的 我被几个恶心的男人 围堵在回家的小巷 他们一步一步地向我靠近 脸上是毫不掩饰的银鞋笑容 我抓着背包的指尖泛白 双腿不自觉地发颤 滚 你别过来 你们别过来 滚 滚啊 他们网若未闻 越加地靠近 他们将我抓住 撕扯我的衣服 想要将我扯入地狱 助手 我已经报警了 警察马上就到 一道轻烈的声音 打断了这些人的粗鲁动作 知道少年报警后 他们放了句狠话 便骂骂咧咧地离开了现场 我暂时得救 立即逃野式地离开了现场 而后仿佛还有少年关心的声音 可我现在只想回家 我好脏 好脏啊 爸妈更老了 两病全是白发 我不愿意去学校 也不愿意出门 我不能让爸妈担心 她知道我不喜欢她 也不打扰我 平时总喜欢在电脑上悄悄打打 我有点好奇 她似乎看了出来 想要看看吗 这是我写的小说 也是我放松心情的一种方式 我似乎打开了新世界大门 开始慢慢和她交流 我问 同性恋真的是一个令人恶心的存在吗 她说 爱不分性别 我开始跟着她学习写作 努力地 一步一步地 一望过去 我醒来的时候在医院 陈毅趴在我的病床边睡着了 此时的陈毅眉眼融合 不似睁眼时的冷清凌厉 我微微抬手 隔空描摹着她的轮廓 陈毅睡得并不安稳 我主动靠近 轻轻勾住她的为止 滴滴尼喃道 是你吗 少年 陈毅握着我的手紧了紧 没有回复 却又像是什么都说了 我的心里似乎被注入了一股暖流 曾经被千疮百孔的心脏 在这一瞬间得到了救赎 谢谢你 少年 陈毅事实醒来 霸道且强势地说道 比起道谢 我更想你能当我男朋友 她满心满眼都是我 仿佛我就是她的全世界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喜欢我 但此时的我已经是溺水之人 她就是唯一的救命稻草 我想要紧紧地抓住她 好啊 原来并不是所有人都厌恶我的 我呀 还是有人喜欢的 医生说我是气急攻心 这才晕了过去 点滴打完便可以出院 可我并不想回去 别怕 有我在 你会一直都在吗 我有些矫情地问陈毅 她的眼神却很坚定 我一直都在 事情闹得很大 由于我的突然晕倒 警察便去找了辅导员 了解事情经过 我们刚到学校 就被辅导员叫了过去 周灵 事情我们也了解过了 那些造谣的人 我们学校会给出相应的处分 只是你看 大家都是同学 咱们是不是 就别麻烦警察同志了 我闽唇不渝 陈毅则是冷声 打断了辅导员 做错了事 本该受到惩罚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如果道歉有用 那还要警察做什么 被造谣的不是你 你当然能高高在上的当个说课 如果你找我们过来 是说这个事情 那你还是少这些口舌 我们是不会撤诉的 辅导员见劝不动我们 便让我们离开了 其实他会这么做 也能理解 只是我能理解他们 可谁又来理解我呢 警察的处理很快 那些没有依据 就胡说八道的人 都被立案调查 让我一想不到的是 最先的造谣者 是那个和我有过 一面之缘的小名妹 周灵 你真恶心 明明有了陈毅了 却还要装直男 你就是用这副虚伪做作的眼神 勾了他们迷了魂 靠卖PG 让这些男人失了之吧 陈毅气的想给他一巴掌 但我的手更快 他 世界安静了 他似乎有些不敢置信 我敢打他 或许 他觉得男人就不该打女人 无论那个女人 做了有多过分 可是 我懦弱过一次了 这一次 我不能再这么无缘无故的 被别人诋毁 做错了事 就应该付出代价 你敢打我 你个出去卖的 凭什么打我 要不是你 陈然怎么会和我分手 如果不是你勾引他 他怎么会变成 他最恶心的同性恋 你个贱人 你不得好死 啪 啪啪啪 打人的不是我 是一个身高腿长的男生 楚天 我说过我不喜欢你 我一直都是个gay 是你自己认不清现实 如今你还敢造谣别人 你真当你们楚家 在A城之首遮天了吗 我警告你 你以后再敢缠着我 或者伤害我喜欢的人 你就永远别出来了 陈然 我和你一起长大 你现在居然为了一个野男人打我 你有没有心 陈爷爷知道了 不会同意你们在一起的 哈哈 而且 人家压根就不喜欢你 有什么好搭理的呢 只是没有多远 那人便追了上来 陈奕挡在了我的面前 隔绝了他那令人做我的视线 对不起 我不知道 这个女人会这么疯狂 校园论坛的事情 我已经处理了 你不用担心 还有 我是真的喜欢你 你 你能给我一个机会吗 陈奕脸都黑了 直接把我揽在怀里 一个强势又霸道地 稳落在我的唇上 她的脸色苍白 仿若失去之宝 陈奕冷冷地看着她 说 我的 你没机会了 道歉 我有男朋友了 大大 我心情有点不好 你能当当我的树洞吗 嗯 你说 不开心的事情 说出来就好了 毕竟是我的金主爸爸 我还是很愿意倾听的 我给陈奕是有表白 却害得他被网爆了 网爆他的人是一个疯女人 我早该想到的 可我还是自私地表白了 以前但凡我喜欢的东西 都会被他以各种理由借走 毁坏 后来就是那些喜欢我的人 都会被他以各种理由警告 威胁 他的霸道行为 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有一个人在网上曝光了他 他的家人迫于网上压力 把他送到了国外 没了他的日子 我呼吸都顺畅了 我离开了熟悉的环境 转学去了一个新的学校 在这里 我遇到了一个男生 他叫周灵 他很可爱 我每天都忍不住 想要揉揉他 那头呆呆绢绢的头发 可是他很讨厌我 我只能克制自己 我知道他贪吃 便开始每天给他带好吃的 他终于不那么讨厌我了 我也如愿以偿地 摸到了那头呆绢绢绢的头发 和想象中那般美好 后来 我们关系越来越好 他也越来越黏我 那天 他向我靠近 越来越近 我的心跳 也随着他的靠近 越跳越快 快得几乎要破糖要出 但我推开了他 我没有做好 和一个男生在一起的准备 并有些反感 恶心 当时 有同学看到了 为了不让自己陷入困境 我对男生说了很过分的话 果然 这个事情被传了出去 男生被他们造谣 被他们欺负 我想去解释 可更害怕那些人 会像看怪物一样看我 最终 我选择了末世 后来 南海走了 离开了这所学校 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 我的心也空了一块 直到我去了哥哥的公司 发现了一位新人作者 他呀 和那个男生一样可爱 有着一头顺滑的卷发 我想当初就是因为我不够勇敢 才错过了 这次 命运让我们再次相遇 我不想再错过 我开始变成他的粉丝 给他加油打榜 我的努力 让他看到我 我说我喜欢校草 让他给我写一本 关于我和校草的同人文 我告诉他 我姓周 想当校草的灵 只是他只知道 新一届的校草叫陈毅 全然不知道 上一届的校草陈毅 其他的人也误以为 陈毅就是陈毅 没关系 我知道陈毅是陈毅就行 我本想着他完结的时候 就去表白 可他却说他不想写了 难道 我和他的缘分 就这么浅吗 我不信 也是不甘心 后来 我直接拿着高音喇叭 高调的表白 我想告诉他 我其实 一直都很喜欢他 大大 你说 他能原谅我吗 看完 我将小粉丝的打赏 全部转了过去 并将其拉黑了 我还否认 这怎么小手都牵上了 我有些不好意思 想要将被陈毅握住的手 收回来 陈毅却并不如我愿 反而揽上我的腰 直接亲了一下 我们俩大大方方 谈恋爱 你有意见 没有 没有 我怕我有一件 会狗头不保 你知道就好 完 陈毅翻外 遇见周灵 是我刚上高中的时候 他作为学生 代表站在台上致辞 我作为高一新生 在下面听讲 他肤色很白 有一头可爱的亚马卷发 笑起来 还有两个小酒窝 他好可爱 我好喜欢 我肯定是对他一见钟情了 或者是 见色起义 可惜我有贼心没贼胆 我只敢在暗地里 偷偷摸摸地看着他 可是 很快就有一个男生 和他同进同出 形影不离 听说 两人还是同桌 我极度地发狂 甚至气自己老妈 怎么把自己晚生了一年 但凡自己大一岁 也轮不到别人当他同座 当我知道他被同学欺负的时候 恨不得去将那些人暴打一顿 当然 我也这么做了 为了不让别人再有机会诋毁他 我都是偷偷地给那些人套麻袋 打完就跑 坚决不给他们发现我的机会 我知道他已经成了校园公敌 我努力为他发言 却被打入同类标签 我或者应该庆幸自己 有张好脸和不凡的家事 让那些人不敢造谣到我的身上 那天放学 我出去晚了几分 我的天使就被恶魔盯上了 他们试图玷污级的天使 企图折断他的翅膀 让其坠入泥潭 我什么也来不及想 奋力冲了过去 住手 我报警了 警察马上就到 我其实没有报警 我当时想着 如果他们被吓退 那我和周琳就得救了 如果他们不走 那我就陪着我的少年 保护他 还好 他们被吓跑了 周琳眼眶通红 眼角带泪 浑身都在发缠 我其实也没比他好上多少 但我不能在他面前漏气 我慢慢靠近 想要将他扶起来 告诉他 没事了 没事 一切都过去了 我在 我会保护你的 可是不等我靠近 他就狠狠地推开我跑了 我担心他会想不开 只能在后面追着 还好 他回家了 可我还是不放心 我便联系了班主任 问班主任 要了他爸妈的电话 周琳转学了 是他妈妈告诉我的 我说我是他的同学 我很担心他 他妈妈说 小琳因为这件事情 得了抑郁症 多次有自杀倾向 我们已经离开了C市 并不想再让他回忆起 那些不开心的事情 我知道 他是希望 我不要联系他们了 可是 我忍不住啊 我好不容易喜欢的男孩 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我厚着脸皮 加了周妈妈的微信 想要从他的朋友圈动态 了解到少年的一些日常 从周妈妈的朋友圈来看 周琳的情况在好转 他再次休学一年后 便重新入学 他学得很认真 笑得也很开怀 仿佛曾经的霸凌诋毁 从未发生过一般 可只有我知道 少年终究是不一样了 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 并没有从他脑子里抹去 只是被他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也许有一天会破土要出 抑或永远不会再被想起 我特意找了关系 和他分道理的启示 只可惜 他没有认出我 只当我是陌生人 也好 现在我们重新认识也不错 他在写小说 其实是从周妈妈那里打听到的 我从他第一本书就开始追 他的小说 怎么说呢 和他本人的性格大不一样 明明看起来很是乖巧软萌的人 写的小说却处处是车 还是那种车辜辘都能跑丢的 我每次看 都将主角带入自己和周琳 这么一看 这些小说倒也写得不错 最近 他又开闻了 主角叫陈一和周琳 老天 这不就是我和他的写实日记吗 CP必须吵起来 一个人的暗恋太累 我想要两情相悦 至于他不答应 我没想过 这辈子除了我 我不允许他有别人 拆穿他的事情是个意外 但是他写的真的太好了 让我有种直接办了他的冲动 可是我不能 我看见他眼睫开始颤动时 便开始念他写的内容 他大吃一惊 又耸成一团 那模样 像是无路可退的小兔子 想揉 他说让我保密 我当然会给他保密 但是他抓着我的手时 好舒服啊 我还想他继续握着 也就没有立马回答 后来 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说要当我的小跟班 大学联赛那天 我很生气 我看到他和一个女生 有说有笑的 最后还直接跑了 我当晚就堵了他 问他为什么离开 难不成真的是看上那个女生了 不可以 我不同意 我想要直接亲上那张 我肖想已久的红唇 可看到他泛红的眼角 我便冷静了 不能这么凶 会吓到他的 可他却说 我喜欢许科 这个木头 我气死了 我忍不住说了他一句 结果他直接和我冷战了 我想要和他解释清楚 他却看着我就躲 行吧 我就当时恋人间的小情趣 传来来表白的时候 我才想起 这个恶心的男人 就是当初伤害周灵的人 我本来准备给他套麻袋的 结果校园论坛上 有人开始带节奏造周灵的黄谣 我报警之后 立马去找周灵 我不敢想象 他再次看到这种消息 会做出什么事来 这一次 我要光明正大的 站在他身边保护他 完结洒话 谢谢你看完我的影片 我们下部史莱姆故事见